安博澳门 《市民日报》 澳门 2022年9月27日 周卓华否认了太阳城客户取款 初级法院昨日继续审太阳城集团创办人 周卓华涉嫌清洗黑钱 不发经营赌博案件 昨日在庭审美声 检察院在庭上指出 2020年7月起有不少太阳城客户要求取款 又指周卓华向下属发信息指示需要制止 周卓华当庭否认 并表示当时是帮环球衣城执手尾 指示员工将太阳城有额度的客人转给对方 强调无占要以权益 是光明正大退出这个产品 不认为有法律问题 他并重申 2020年7月直至被捕前有过万客户 但两年来无一人因无法取款而报警 不清楚信力为何发环球衣城短信 随属由澳集团旗下的信力有限公司被指控 协助电话投注公司 环球衣城发送涉及电头的信息 昨日开庭后 第六被告由澳集团和信力科技公司负责人 周振熙继续作工 他表示公司作为中间商为太阳城提供发送贵宾厅正常业务短信业务 如有关贵宾厅客户的交易记录等 每月总量由2019年最高峰1100多万条减至疫情期间40多万条 信力有限公司在2019年期间 五天内发送2000多条有关电头 环球衣城同岛底面的不发短信 占短信总量约0.65% 周振熙称 不清楚为何信力公司会发送有关 环球衣城的短信 并提到当时由澳集团财务部有同事向他反映 有一个项目运行了两个月都没他的签名 至那刻才发现涉及 环球衣城的信息 当下即时叫停 他认为可能有人利用公司系统发送该有关不发短信 第七被告清代有收取倒桌底收益 被指控犯罪集团 不发经营博彩 巨额诈骗 并且被警方发现 在倒桌底公司持有2%股份的第七被告 太阳城市场拓展部高级副总裁卢石峰表示 在倒桌底公司持有的2%股份 是代替朋友持有 任何收益分成都是代朋友接收 他完全没有参与 且极不认同被指控为 不发经营赌博集团招揽赌客 招募资金和宣传推广 因为自己只负责行政工作 从来都不接触赌客 不清楚部门是否涉及相关活动 而且无证据显示他曾作出宣传招揽行为 卢石峰又说到 行为已存在很多年 很多代理 倒听老板都有做 政府从来无话违法 现场有政府部门人员在场都无阻止 在他认之中 在2019年之前都不算违法 最多只是灰色地带 法庭上多份证据显示 曾经有多名下 熟在聊天远件向卢石峰发送 倒桌底的信息 例如风哥通知物用拖底 底素 底货等敏感字眼 卢石峰多次重申 手机中有很多群组 均会调置静音 他每日都会收到几百条信息 所以很少留意群组信息 同事有重要事情会致电通知 被再次问到有没有看过有关倒桌底 卢石峰坚称不记得 第八严犯黄柏玲 第九严犯张宁领缺席审讯 案件今日续审 你收听着的是安播澳门 这个短片是由市民日报 联同安播传媒联合推出 请关注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